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反的例子 当时圣灵赐保罗属天的荧光 得以知道未来的天气不利于航行 但负责押送犯人的百夫长却选择相信所谓的专家 也就是船长的意见 他们不听保罗的劝告 执意继续航行 很快便遭遇了风暴 几乎覆没 今天 有时风暴会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 打击我们的视野 这时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够坚定地依靠神的应许 相信他必会看顾 有的时候 我们的公司可能会经历 由于愚蠢或无知引发的风暴 此时 最重要的是保持灵力的敏锐 聆听从神而来的智慧引导 今天神是否正对你我说话呢 我们有没有把注意力转向他 细心聆听 我们会有智慧见或藏夺 还是执着于走自己的路 以致受害 雅各书一章五节说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 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让我们一起思想以下的几个问题 第一 您是否有过在事业中遇见灾难 并采取行动的经历 你认为整件事的关键何在 第二 面对生活和工作中的挑战 你认为最可靠的方法是什么呢 为什么 第三 你认为基督徒应当如何提高 灵力的敏锐度 以便聆听顺服神的引导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 点 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 朋友 明镜